家里有一个爱购物的老爷们是什么样的体验 看看啊 就多败家 人家还说要吃紫菜 他能买六箱的紫菜 他说你买一箱不行吗 他能买六箱 怎么想的呢 不知道 但是呢 他特别会拿捏我儿子的心 我儿子就喜欢这种叫什么皮卡丘的紫菜 哎 人家能给你买六箱的皮卡丘紫菜 咔咔的 吃啥时候再不知道 看看 然后被他影响的 我也学会了各种购物 以前是我不会购物 现在我学会之后 他教我之后 妈呀 疯狂没事就帮家买呀 上几天不是去那个测那个皮肤测试吗 然后他给我推荐了好多眼影啊 口红啊 眉笔啊 啥的 然后全给买回来了 今天这是开箱视频啊 这个是眼影 他告诉我适合这种粉色的系列的 上次那个很多姐妹说我在卖珍珠那场 然后那个妆很好看 那个妆就是粉色系 这个就是粉色系 为什么光拍不来呢 拍不来 这个是修容 这个是让嘴唇亮亮的 就是你涂完口红之后把它涂上 然后嘴唇正亮正亮的 最近说特别流行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腮红 我从来没用过这玩意儿 但他说你适合你用粉色 我也买反正也不贵 然后这个是口红 口红是这样的 就是涂上之后像没有颜色的感觉 就是这种特别自然亮亮的感觉 这几个家里来就是不是那么浓的妆 感觉很清透 就像没画一样 但是还是化了妆 不工作的日子 准备给我儿子包个饺子 昨天买的牛肉馅和猪肉馅 然后放点香菇 完了 儿子 过来看看 妈妈给你做的饺子 喜不喜欢 喜不喜欢 妈给你赶紧煮水 二哥 二哥看 妈妈给你做的饺子 饺子饺子 哈哈哈哈 不好吃 真好吃 真好吃啊 哈哈哈哈 好久迷吃我包的饺子了 嗯 嗯 我说 我每个要不要 不要了 二哥咋不吃二哥 啊 大娘 看了脸 要闻着咬的 嗯 要闻着咬的 嗯 嗯 嗯 那闻着老咬我们 是吧 是不是 你看很多姐妹说 她嘴唇发紫啊 她不紫 她是粉色的 就有的时候 那个手机一拍她 她就出来秋黑秋黑的 然后秋紫秋紫的 那个嘴边上是 就是这样 黄黄的 然后倒置 但她是粉嫩粉嫩的 大家不用担心 之前 说过的时候 我就看过 哈哈哈哈 我就看过她的嘴唇 然后 然后仔细看了好几次 她都是这种粉粉的 那有的时候 我可能用美颜相机拍 然后再加上有色差 就导致大家看到 她是那种黑黑的 竹子的 是吧 这点她俩要体验一下 当小孩的感觉 都长大了 然后天天看 金老三三弟 坐上边 二哥肥坐上边 好大一点 大哥坐下边 让他俩换着做 大哥怕冷 然后把那个毯子 尾上 那外婆可热了 中文中文是好大一点 好 大哥上去 大哥过来 嗯 上去 二哥 你为啥坐那 好玩啊 你吃饭了吗 天天不吃饭 我给他包了牛肉馅饺子 老大吃了一盘 老二就吃了几个 就不吃馅 跟我小时候一样 就愿吃皮不吃馅 你说说 放了香菇 放了胡萝卜 还放了牛肉 就不吃 啊嘎咕 然后大哥回来 哐哐哐哐都吃了 他得去运动啊 大哥今天去运动了 小心一点啊 哎呦你慢点慢点 大哥可以啊 大哥最近又能运动又能吃饭的 我觉得我大哥能长哥 二哥开始了 不吃饭 天天不吃饭 早上也不吃饭 早上也不吃饭也不吃 不会有两不吃饭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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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饭 不能吃饭也不吃饭也不吃饭也不要吃饭